各位观众您好 您现在收看的是香港新闻台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香港新闻台 并且开启小铃铛 如果新节目发布 您会在第一时间收到通知 中共建党百年大会在今天登场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发表讲话时 也谈及了香港、澳门以及台湾问题 综合媒体报导 习近平在谈及港澳问题的时候指出 要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 港人治港、澳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针 他更强调要落实中央对香港、澳门 特别行政区的全面管制权 落实特别行政区 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以及执行机制 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维护特别行政区社区稳定大局 保持香港、澳门长期反农稳定 而在台湾方面 习近平强调解决台湾问题 实现祖国完全统一 是中国共产党始至不渝的历史任务 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 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以及九二共事 推进祖国和平统一的进程 坚持粉碎任何台独图谋 他更特别疾呼任何人都不要低估 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跟领土 完整的坚强决心、坚强意志、强大能力 他同时对内喊话也对外扬言 中国人民绝对不允许任何外来势力欺负 压迫以及奴役 他高呼如果有谁妄想这样子做 就将在14亿中国人民用血肉 竹成的钢铁长城面前碰得头破血流 报导指出习近平这句话一说完之后 现场就抱起了长达20秒的掌声一极欢呼 香港电台指出 中国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兆佳认为 习近平讲话内容既有振奋人心 满怀自信的部分 但也同时要求人民有忧患感 要意识到前进步伐会有所阻碍 要团结以及维护国家安全 他认为中国国力去到了一个新的台阶 因其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们恐惧 担忧以及嫉妒 因此才联合起来压制中国崛起 习近平提出中国共产党在100年取得很多成就 但是依旧要思考日后国家面对各种艰辛的阻碍 尤其是来自外部势力 不过他不认为中国外交政策会变得更加强硬 而是过去作风比较忍让 以中国目前的国力来说 刘兆佳认为不需要处处退让来换取和平 反倒是要摆出一个姿态 让西方国家扫心警惕 至于台湾方面 也有一些政党团体跟人士 分别对中共党庆罚出贺电 根据东森新闻 中国国民党前主席连正 在贺电之中表示期盼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而中国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 则在贺电之中表示 期盼两岸促进融合 竭尽心力共同完成国家统一大业 共筑国家富强民族复兴 人民幸福的中国梦 而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则在贺电之中表示 期盼未来双边可以致力于促进两岸和平发展 实现中华民族复兴 今年7月1号是中共百年党庆的日子 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庆祝活动 将为全国过去数个礼拜举行的表演跟展览来画上据点 而被视为从毛泽东以来中共最强大的领导人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天安门发表演说 周围戒备森严 尽管北京也面临着对其在香港跟新疆政策的批评 还必须试图防止人口危机影响长期经济增长 不过德国之声以述法新社报导 习近平通过个人崇拜 巩固对其八年的统治 结束了任期限制 并且拒绝任命继任者 而在习近平领导之下 中国共产党已经转向新的挑战 也就是利用手段来重新吸引年轻一代 2020年党员人数增加了243万 是习近平2013年担任国家主席以来最大年度增幅 目前党员人数达到9515万 中国独立政治分析家吴昌告诉法新社 中国年轻人在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时期长大 他们认为自己生活水平跟中国逐步强大 是不可避免的 他说中国年轻的一代 几乎没有对饥荒以及专制的记忆 他们甚至对自由也没有记忆 今天同样是香港回归中国24周年纪念日 过去香港曾经在这一天发生过 仿看北京的大规模示威活动 一年前中国对香港实行严厉的国家安全法 作为应对2014年反送中示威运动的做法 报导指出在国安法之下 有超过64名活动人士 被香港当局以违反国安法起诉 抗议口号也被视为犯罪 香港政府甚至迫使对中国 抱持批判立场的苹果日报结束盈域 大涉国际形容国安法时的这个 曾经以自由为民的城市陷入人权危机 中网报导也提及 今天是香港国安法实行一周年的时间 香港警方动员超过一万警力全天戒备 保安局呼吁民众不要参加未经批准的非法集结 否则最高可以判刑五年 另一方面先前曾经被控违反宣传参与六四集会的 香港支联会副主席周幸彤 在7月1号前夕再度遭到逮捕 他透过律师表示 希望大家可以在弃役的时候坚持发声 警方声称他涉嫌宣传或公布未经批准集结罪 最高可以判刑12个月 中央社报导指出 香港时事评论员刘瑞少表示 习近平对一国两制的看法跟前任江泽民 以及胡锦涛完全不同 习近平更加强调主权跟安全 习近平提出的准确贯彻一国两制 并指出要落实北京中央对港澳全面管制权 又吐出国家安全过去比较少领导人这样提及 他认为可见习近平对一国两制的理解 跟前任领导有所不同 他表示习近平在针对港澳的谈话部分 强盗主权、安全以及发展利益 这也代表在北京中央演绎 香港问题已经成为复杂的国际问题 并非只是香港跟中国大陆关系的事情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今天在建党百年大会上面 发表讲话时 表示要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 落实北京政府对香港跟澳门特区的全面管制权 以及两地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跟执行机制 但是在香港 中国模式也首次正式登上舞台 包含港府的回归纪念日申请仪式 该议中式补操入场 而中央驻港机构更首度自行举行申请仪式 发广报导指出 熟悉中国事务的评论员刘瑞少表示 前两任总书记也在党庆上面 谈及过港澳台的问题 不过调性跟习近平不同 习近平强调的是要准确贯彻 也暗示以前领导人执行的时候 可能不够准确 实质要牢牢掌握香港管制权力 至于中年半首次自行举行香港回归申请典礼 他认为是要突现中共中央的角色 进一步标志北京对香港 已经由过去的间接领导 转为直接管制 白年党庆适逢香港回归 24周年纪念日 港府也在湾在金子津广场 举行庆祝申请仪式 不少官员皆有出席 不过却没有见到中年半主任 诺惠宁的身影 园内中年半今年首次自行举办 申请仪式 庆贺香港回归 卢内少指出 2012年之前在港的北京官员 会尽量避免跟香港的官员同场出席 以免出现两个权力中心的看法 不过现在已经出现转变 近年更是由透过特首进行间接领导 改为直接管制 周年半自行举办升旗典礼的方式 则是另一种突现中央政府角色的做法 另一方面 英国外相大臣拉布再次向香港民众发声 他强调英国对于香港的情况不会不闻不问 不会把历史责任推卸给香港人民 自由时报指出 拉布在推特上面发文表示 全世界都可以看见香港国安法的法条 并非保护公众安全 而是被用来压迫人民的权利以及自由 拉布强调北京政权的行为 持续违反中英联合声明 对此中国外交部驻港发言人表示 针对个别英国政客在香港国安法 发布实行一周年之际 恶意诋毁抹黑香港国安法 以及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 外交部驻港公署发言人表示 强烈不满以及坚决反对 发言人表示 香港国安法实行一年以来 国家安全得到维护 香港社会重新回到正轨 法治正义得到声张 香港人的权利自由以及安全得到确实保障 香港迎来有乱极致的重大转折 开启优质及新的崭新篇章 发言人甚至嘲讽英方表示 对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视而不见 对港英时期的黑历史也惠莫如深 有何脸面以人权未视自居 并且指出 中英联合声明之中 没有一个字一个条款 赋予英国在香港回归之后 对英国承担任何责任 英方对回归之后的香港 并没有主权 没有管制权 也没有监督权 英方所谓对香港历史责任 完全是吃人说梦 纯束无极之谈 继香港过去一个礼拜之内 最少有六个公民组织 赶在七一前夕宣布解散 在台湾的港人组织 香港编程青年也突然宣布 在7月1号当天 停止运作练书专业 并且表示谢谢大家支持 香港人珍重 自由亚洲电台指出 他们其后发表声明 提到运动之中有进一有退 希望大家可以谅解 并且指出原本的秘书长贾斯丁 因为生涯规划 以及担心自身安危 已经决定离开边境 不过边境已经准备好 迈入新的阶段 目前已经进入筹备立案阶段 目前双方正处在交接的状态 他说希望专业可以尽速回复运作 声明又提到他们深知 当中共打压留下的手足 在海外的我们就更有责任为香港发声 另外从1997年以来 香港每逢7月1号都会出现 规模或大或小的游行 情谋新闻指出 2003年7月1号 为了抗议港府强推积焚法第23条立法 50万个香港青年走上街头 成功式的港府革制立法 后来更成为香港民主抗争的精神象征 每年都会由香港民间人权政线来举办申请 不过2020年港警以疫情限聚令为由 第一次拒绝核准起义游行 2021年由于国安法的实行 加上港警将民政定义为无助策社团 起义游行难以合法申请 民政临时召集人松宗辉接受外媒访问的时候 也坦承以后不会再举办 中信文表示 随着民政召集人陈浩恒入狱 民政已经陷入停滞运作的状态 中宗辉表示他日环境不同了 民政可能有机会回复运作 不过即使没有民政也可以有其他平台 不过自由时报指出 为了避免有人集结 港警今天中午已经封锁维多利亚公园 刚到总警区高级警司廖佳琪警告 任何人进入相关地点或是在场逗留 将属于违法行为 最高可以判处监禁12个月 至于赫石解锋会依据事态发展 再做出适当安排 尽管民政宣布不再举办申请七一游行 天水连线 守护大鱼联盟 以及社会民主连线 等三个香港社运团体 依旧决定接受 虽然相关的申请也都遭到驳回 主办单位表示 不会宣传跟组织七一游行 但同时呼吁港人今天穿黑衣 来表达不满 今天除了是中共建党百年之外 也是香港主权移交24周年 一早在金子金广场举行升旗仪式 由新任政务司司长李家超 以树里行政长官的身份来主持会议 值得注意的是 胡琪方队今年不再使用 因是不操进场 而是第一次改用中式不操进场 李家超表示 在香港国安法实行 以及香港选举制度修改之后 他对于香港由乱转至低谷之中反弹 非常具有信心 综合媒体报导 港府今天上午一如既往 上午8点在湾仔会议展览中心之外的 金子金广场举行申请仪式 值得注意的是 胡琪方队今年不再使用英式不操进场 而是首次采用跟解放军相同的中式不操进场 海上以及空中同时有执法部门的船只 以及直升机向广场进离 李家超上午以代理署长的身份来出席仪式 表示香港在1997年7月1号顺利回归祖国 是中共百年其中的一个丰功伟业 他表示自己感到非常荣幸 以梳理特首的身份来出席酒会 他还说每年七一特区纪念日 都可以让人感到非常自豪 回顾香港回归祖国怀抱的历程 而在社会各界庆祝中共百年诞辰之际 也应该对中共领导人提出实行的 一国两制有更深根的体会 李家超出席完升旗仪式回归酒会之后 在转往香港各界庆典委员会的 庆祝建党百年 以及回归24周年活动 他在自食之中表示 香港要为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来做出贡献 李家超还批评过去有反中乱港分子 试图透过选举制度的漏洞 进入特区政治体制 借此不断破坏中央跟特区之间的关系 阻挠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他说在港府跟中共密切配合之下 终于使得香港回归平静 香港绝对可以鼓底回声 香港主权移交24年以来 每年当局举办的719会 几乎都会有泛民主派立法会议员 在仪式现场高呼要求普学能口号 使得当局非常尴尬 不过今年酒会过程非常顺利 李家超的发言也没有被任何口号打断 因为泛民主派立法会议员 早就已经集体请辞 在香港国安法实行之后 大部分的议员也已经被警方以国安法拘捕 目前大部分都在被扣留之中 德国之声指出 一年前北京引入国安法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多次保证 这只是针对一小部分的人士 可是一年之后 香港在行政、立法、司法、传媒、教育等界 几乎没有任何领域不受到冲击 红线现在已经无所不在 香港国安法生肖一年以来已经有至少117个人被捕 包含95个男性、22名女性 年龄介乎15到79岁之间 其中64个人被检控 当局逼迫17万个公务员宣誓 多位民主派议员被DQ 立法会已经逐渐人大化 末日前领导班子还出现大换血 香港俨然走向警察治港的城市 苹果日报被迫关闭媒体开始自我审核 外籍法官也出现离职潮 面对这个面目全非的土地 港人选择用脚投票大量出走他乡 以上是今天的香港新闻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了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